我们的下半段内容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Buffin Thompson 凯利章的专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 Buffin Thompson Montalbert Office的凯利章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凯利章经常在我们的节目 地产三行节目中 给我们介绍中西区的楼盘买卖 对 如果要是有 收看我们TV33节目的朋友 或者说有看过中西区房产 一直在找中西区房产的朋友 对凯利应该不会太陌生 凯利我知道您从事 这个房地产中介 时间其实不长 才两年的时间对吗 对 很短的时间 但是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是老中介 对 看来您也是 奥克兰房产市场上的一匹黑马了 我了解到 您在第一年就拿了最佳新人奖 然后在刚做半年 就是六个月的时间 就拿到了Office的第一名 对 我觉得挺荣幸的 我这个人真的是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然后可能就是运气好 再加上这个市场好 还有个努力 对 还有个人的努力 肯定也是分不开的 所以您在第一年就拿到了 全国第25名 但今年的成绩更好 是已经闯入全国的十墙 这就要恭喜您了 谢谢 也特别谢谢观众朋友们对凯莉的这一年的支持 那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做这个行业这么短 但是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和秘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感谢这个市场 因为从凯莉入行一直到现在 这市场都是非常的好 从来没有担心过 说房子卖不出去 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凯莉真的很喜欢这个职业 因为在从事这个职业之前 可能已经做了几年家庭主妇 在家可能憋态憋坏了 所以一旦出来工作 就特别多的热情 再加上可能是新人吧 身上没有一些就是说 不会觉得说客人好啊或不好 就觉得反正给我打电话我就很开心 我很愿意带客人 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看看 然后在这过程中可能就跟客人成为朋友了 那这样就是说 他跟我买了房子 他又把他朋友介绍给我 朋友的朋友 再朋友的朋友 就有开了今天的成绩 那你今年的房产市场真是异常的火热啊 那你来给我们预测一下 明年的房产市场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动呢 其实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市场已经开始有一点 比如说就是一些一些冷的因素出现 市场没有说像八月份之前那么的火爆 其实它有几方面因素了 一个是说十月一号这个就是说 贷款首付比例的政策 就LVR这个政策调整 然后再加上因为到每年的年底 本来就是传统的淡季 因为过节了嘛 圣诞节了大家都玩去了 心情早都已经不在买房上了 就该买的 该买房子朋友都买到了 所以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 就造成市场有点冷清 但实际上凯利还是非常看好明年的市场 我相信过了明年就我们中国传统的春节 一月底 那么二月初开始市场应该慢慢回暖 当然这个节目大家可以有目共睹 到明年可以看看二三月份是不是市场开始回暖 如果您有幸正好在十二月份到一月份之间买了房子 我相信到三月份您应该就开始赚钱了 那凯利自己也比较 就是因为我主要是做中西区这块楼盘买卖的 也想就是说因为到年底了 想给大家就是说展望一下明年这个中西区 如果您是在投资或者是买资助房 想想哪些潜力区 所以凯利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聊一聊 那首先我们从中区说起 那中区肯定是那好校区的 比如像阮明尔埃普森这毫无疑问 它是非常保值的 就是这种区是永远就是说 房市涨的时候它是涨到最快 房市跌的时候它是不动的 所以我就这种区我就不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区 那凯利想提一下 就说几个潜力区吧 就可能说毕竟是说 我们能掏得起一两百万买房的朋友 并不是那么多 大部分买家还是首次购房 或者投资客 想着我明年我买在哪了 我再过一年 或者后年 或者再后年 我能赚钱 那如果您正好看了这期节目 希望这期节目对您会有点帮助 那我自己比较看好的 在我们中区这块 就中区的二线区这边 比如从Waterwill这 Waterwill Ivandale New Windsor 这一片包括Blowhouse Bay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20号高速正在修 那2017年就竣工了 那么2017年竣工以后 最受益的几个区 就是从Waterwill 从这个20号高速开始沿线 就Waterwill New Windsor Ivandale这边 如果您是在找投资盘 或者预算不高 首次买房的客人 请你重点关注这几个区 我相信这几个区 在明年到2017年之间 都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说完中区 那西区其实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区域吧 今年其实西区市场 非常的火热 因为毕竟你说 我们五六十万的买价 还是非常多的 那五六十万在中区 可能选择余地 没有那么多 但在西区 还是很多的选择余地 那么西区 其实六令已经涨得很好了 就前年到去年 今年已经涨得 非常的不错的回报率 那么如果您再投六令 可能相对来说 不一定会有 那么丰厚的回报率 那么跟六令一阶之隔的 比如像Calceton这个区 我建议您可以看一看 因为它跟六令 只有一阶之隔 但房价差了很多 所以我相信这个区 它的潜力会被 大家慢慢发掘 相信如果您在 就是说明年年初 投了这个区 相信不久的将来 会有不错的回报 那当然比如像梅西这边 因为它有要建 那个大的shopping mall 这个 所以它应该也会有 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生活空间 当然这纯属是 凯利个人的看法 如果您就是说 接触过凯利 或者说 愿意听凯利说一说 那凯利很高兴 您可以听进这个节目去 当然如果您要是 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您跟凯利联系 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无论您买不买房 或者您卖不买房 凯利都希望 接到您的电话 因为我觉得 相识就是缘分 您能给我打电话 也许我们就会成为朋友 是我们也都能感受到 您对工作的这种热情 是 然后感谢您 给我们带来的 这些专业的建议 那节目的最后 来给我们观众朋友 带来一点 圣诞和新年的祝福吧 好的 首先住 就是在找房的朋友 都尽快地找到 自己满意的房子 能给家里人一个 就是说安乐窝吧 那也祝福 所有想卖房子的朋友 都卖到您想要的价钱 祝所有的朋友 认识凯利的 不认识的 都身体健康 然后祝您有一个 愉快的圣诞节 顺祝您全家春节快乐 好 谢谢凯利 最后再把您的联系方式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好的 凯利章 我叫凯利章 是巴夫汤姆斯 马尔博 Office的 地产经济 我主要是做 中西区的楼盘买卖的 那么如果您是 中西区的楼 无论是买还是卖 欢迎您致电我 我的电话是 215-9897 这是我的直线号码 可以用您的 家里的座机 免费转到我的手机上 24小时开机的 当然您过了12点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紧急的 不用给我打电话 那您可以打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是 021-263-7138 021-263-7138 谢谢大家 好 如果在中西区 有什么买房卖房的 就联系我们的凯利章 好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